台中這名三十七歲的男子 他帶著三百萬元的現金 跟一名林姓泰達臂商 約到這個台中的大禮要來交易 結果就遇到了一名男子 闖進他的車子後座搶走現金 這個被害人一開始以為自己是倒楣 遇到了隨機搶劫 可是等到警方調查才發現 是這個臂商自己欠錢 自導自演想要吞著三百萬元現金 廖姓男子坐上林姓泰達臂商的車子 副駕駛座 沒想到另一名陳姓男子 走過來坐上車子後座後 立刻樂住料姓男子脖子限制行動 要求把莊有三百三十萬新台幣的包包交出來 然後把他丟包 台中大禮阻止坑環保園區後 坐著避傷的車子往山區逃逸 台中物封警分局遠景 循縣跨區道嘉義市 在凌晨兩點逮捕陳姓搶匪 偵訊後發現整起事件 根本是林姓避傷 聯手陳姓男子自導自演的搶案 警方順利追回被害人的三百三十萬現金 誤歸原主 三十七歲被害人 怎麼也沒想到 已經交易過三次的避傷 竟然策劃搶案 反過來行搶 全南一刑法強盜罪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記者張一智許家師台中報導 下單據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